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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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就只差這個冠軍 其實說實話也沒有給我們太大的壓力吧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很努力去完成它 就我個人而言的話我自己算是滿滿滿意的吧 因為我跟香鍋可以準備兩種完全不同的戰術 然後我也可以去練習我想要練習的那部分 然後香鍋也有自己一套打法 就是我們會有兩套完全不同的陣容這樣 對於G2的話我自己是跟Purx比較有交流吧 因為之前的話在NSI也很常遇到它嘛 然後我覺得他們會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問題 應該是一些選角上一些奇特的選角吧 像他們就會拿出大頭這種英雄來 就比較特殊的英雄去完成他們的Meta吧 不管對於Purx還是對有其他中單 我一向可能就不是那種在線上直接就去壓制他的人吧 我的話盡可能會做到讓他只能在塔下吃病 然後看著他隊友死這種局面吧 然後看著他們要看好 Fix 衝擊爆開嘛 雙方加上去 沒什麼 不會怎麼樣 不過下路Hiannon要爆啦 馬上把自御蕾交出來 因為小明是直接把點燃壓在Hiannon身上了 就是碰團對方有點太強了 因為現在是一個RNG的強勢棋 強勢棋第三拙 想拚殺 但是Lemi的引誘 哇 這個煙霧蛋已經結束了 但是Karsa並沒有 並沒有因此而出現 因為後面 JOTAN衝過來 Yankers開始了略使者 Lemi這一波的嘲諷 是吵到了是Wonder 然後再套一個盾 Karsa行運無雙斬上去 有點太容易了 是真的打不前 然後再來是下路穿 然後現在又要一樣的劇本了 雙人線掉上RNG這一波 雙人線一掉上的情況下 又會變一個4V3 或者是5打4的局 Lemi被暈住 鋪了一個劍陣之後 Karsa往前長槍一挺 然後計程PIRMD引住 滴在塔下 然後反衝力的衝擊 哇 這個大局 我覺得還真有用 你看現在PIRMD滑上去 D3左這邊立地衝擊爆開 根本就沒什麼差 擁動粉底定下去之後 後面Karsa長槍一出手 直接把PIRS給留住 能不能活下來 Karsa 兩邊兌換 兩邊兌換 Karsa跟Yankus兩邊傷害 灌下去之後 兩邊各自一個人頭 然後最後是一個 幾乎是一個W閃的判斷時間 後面是Wonder游過來之後 保住了自己的Yankus 漂亮 這一波支援 但是 差一個Ticker 差一個Ticker就要死 但是Wonder也來了 這波被Wonder盯上了 Wonder也是往前給了一波 緩速的控制毒蛇舔 放了放了 小鐵彎 Wonder的一個大絕 無加衝擊也沒衝到 小明還在走 小明還在走 有爆破球過 可以彈 應該是要往對方家裡面走了 這不會賺一個上塔吧 來看看這一波小明 有沒有辦法拖到足夠多的時間 因為UDI在推塔 哇 標新一個 送塔 送塔 擊散 然後上路讓UDI可以單人推塔 輸 Casa在後面一直蹲 因為小虎現在大絕還扣在手上 扣在手上 引誘到了 極速兵士直接走 後面直接Wonder的流進來 想拚團 Casa直接利用大絕把人給掃開 後面是個 衝散 顏可詩是把小虎給頂住了 這小虎這個永動墳地 放在地上 強把血量給奶回來 但是被Hierna給射到 所以我覺得OK 然後接下來看到的是G2刺的 浴士哲 哇小明衝進來 終於用大絕 哇 力的連白盾都開不出來 直接被秒 UDI開啟了刺者屠路 先把G2人給趕走 但這個浴士哲最後是進入九通的手中 超閃沒中 顏可這波能不能走 有沒有能走 顏可詩應該走不掉了 超閃雖然沒中 但 我就追擊特別強 對 限一場 這兩個角色有優勢的時候 基本對方跑不掉 哇博士兵直接要來抓Wonder了 Wonder要抓一個阿卡莉嗎 我覺得難度挺高的 離訓手離鍵直接上岸 然後小明也跟著追 真的要抓嗎 阿卡莉沒有大絕 真的抓到了 哇放了一個煙霧彈 往旁邊跑 利用大絕 閃現過牆 但左邊的話 則是一個UDIAL 破了一個劍陣中 哇 爆破狂攻 然後再搭配者是小明上場的瞬間 來到了Wonder面前 一下被收掉了 我下塔解放之後 我拿了上塔 但沒有這個中塔跟預視者 我覺得就差很多 真的差太多了 這邊Wonder的話 其實我知道他們抓Wonder在想什麼啦 就是因為Wonder這邊 其實他沒有大絕 然後閃現剛轉好 但是下路這一個走位 看起來是有點太奇怪了 這邊UZ 腳閃 還死亡 哇 那這樣光是召喚師技能 下一波也是贏很大 好Pers看起來是想追 小虎用火箭耀彈先調整之後 是一個R閃的一個接技 在接大絕一堆控制 全部沒有中 我的天 RNG這一波小虎是吃了一個 剩的冰箭中的大絕 終於活下來了 剛剛一堆控招 然後小虎再把自己身上的永動粉底 放在自己身上 之後把現在給回下來 Wonder開啟了一個懷錶 讓看起來自己走不太掉 被緩住被留住 然後自己的半血被挑飛 要倒了 最後倒在UZI的聖槍 好舒服喔 我們看一下replay 你看 他是一個幾乎R閃Play嘛 R空 然後E空 法洛斯大絕也空 阿田又舔到 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必須要講 小虎的走位好 他剛剛有扭掉法洛斯的大絕 他剛剛有稍微往上面走一點點 我們要用鼓勵代替責備 對不對 是對方走得太好 不是你招式太空 這個如果是歐美的話 就說He's too tanky 他太坦了 太坦了 為什麼都打 有點像是這個局面 他有可能會是一個 Wonder 你懂我那個 那個 大概知道 這邊Perx也要被抓了4殺1 撲了一個見證 4殺1的局 Perx滑來滑去 之後還有一個手套 活下來之後 反身Hihanna丟出了 DZ連接招 但後面是Wonder的油過來 之後來做保護 然後Karsa被包袋櫃給彈回來之後 再被一個無瑕蟲 給緩住 小狗已經倒了 後面的話 Yahkarz往前滾動之後 直接緩住 然後Hihanna用自己的閃電 躲過來繼續冰字 小虎在這進場 Yahkarz活下來 進入Wonder的肚子裡面 Perx還可以滑嗎 來看看後面的一個控制 能不能做到 後面兩船 這一波的Wonder來了 I wonder 他收不收的掉這個頭 不過來看一下 伊倫會打嗎 小虎進場 Perx直接滑掉 殺掉了小虎之後 一陣亂戰 Karsa收掉的是伊倫利亞 但是下面Lemi是開了一個見證 最後還是倒在了法洛斯的弓箭之下 RNG的局 這種其實是RNG最想要的一個局面 對 因為他們剛剛其實是5B 是沒有人 一個挑四個 真的是一挑四 16等Perx 再加上他自己身上還有一個 他有三等大絕 對 有三等大絕 然後身上還有一個進化 控不住 我覺得最尷尬的應該是 就是 我這邊直接截掉 也還好欸 因為 我剛剛在看的是 有沒有普攻型的角色 有摸到那個見證 我覺得這一波的UZI 有點可惜 對對對 滑上去剛好吃的一個法洛斯大絕 他是連續中了一個1 然後滑上去撞大絕 UZI進去想要去臉段草 對 用臉段草 這裡想的真的有點多了 對對對 我覺得差的有點多了 然後WONDER又進來收頭 然後 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哇 這一波不虧欸 老實說 WONDER被抓到這一波不虧了 真的啊 他直接引誘對方去 塞了一個局 讓他收了兩顆 這種歐洲Fiesta的節奏 就是你完全沒有辦法做理性計算 真的欸 就你覺得他這個一定是死局啦 這到底在幹嘛 因為這個就很像是 我之前在看 RNG的比賽的時候 有一次上路姿態被單殺 對 然後 下路反而之後打贏了之後 就說欸 姿態真的單殺不虧 被單殺 如果這一波守住的話 那等一下G路 一定要分人去守這個下路 喔 這邊條人直接開大 直接開大 哇 小明不見 直接不見了 我的天啊 然後WONDER跟PERX 兩個 沖牌刺客 直接往中路 擊 卡爾薩 利用自己的長槍 挑起的是 PERX PERX 撲了一個劍陣之後 開啟了自己的懷錶 驚人 往前衝了第二段 這正常展現往後拉 小虎這一波跟卡爾薩 兩個人聯手 沒辦法收掉 PERX 離訓手裡劍 先把卡爾薩給緩速走過 再次進場 哇 WONDER這一波 已經先把小虎的技能 給逼出來之後 無瑕從來也沒有辦法 做出足夠的效果 後面剩給了一個盾 讓小虎好不會活下來 之後內密正往前嘲諷 但卡爾薩 今天結束之後 應該也要倒了 Hiana射下了卡爾薩的人頭 慢慢慢慢拉吧 慢慢拉 欸 又是UZI 被多聯手給綁住了 然後後面WONDER進場了之後 定間作戰的盾 是給到了UZI 但是小明倒下了之後 哇 WONDER一個無瑕衝擊 直接衝這樣離去 一件進場 開啟了一個驚人 然後上面Perce 是推到一半 之後準備要來收頭了 接進場 先把小虎給砍到殘血 小虎回到了溫泉裡面 進化節 用無瑕從來 先把小虎的技能給逼出來 但是回頭拆塔 恭喜G2在第二把比賽 翻成一個EB的比手 漂亮35分鐘 G2真的是忠於自我 最重要的調整 一直都是拿同一個套路 跟同一個體系 他們也沒有要辨證的一個意思 但這一場的話 我覺得他們做得最重要的調整 前期碰撞 是選了一個 可以跟RNG直接去撞團的一個陣容 RNG這邊我覺得 他在Band角的時候 WONDER BAND的很多 但反而是 他們自己的這個上路 阿卡利我覺得是一個點 就是 剛剛藍方 藍方有Band掉阿卡利 不給玩 就是 差的比較多的是在 我覺得是 表白 對 回答 搖得 搖得 嗯 搖合 搖 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